一片洞蒜声中 20号民进党台北市两位原民议员候选人 成立联合竞选总部 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也来站台 场面相当热闹 不过来看到两位候选人的证件中 都有看到要在台北市成立原住民聚会所 除了提供文化交流场域外 也将提供心理慈商服务 重视族人心理健康 我们发现就是在都会区里面 其实有很多心灵疾病的问题 或者是还不到疾病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支持体系去帮忙 那我们会希望在这个集会所里面 能够加强这一块的社会安全网 那我希望在一千人以上的行政区 设置这个文化聚会所 那我们的族人是可以在这里举办文化祭仪 有一个可以文化传承交流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的族语在这边学习 让我们的文化在这边可以传承 这闹的还有蓝营 在一片摇旗呐喊声中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王安 走下楼一起参与台北市山地原民议员 候选人李富中午的竞选茶会 当过两届议员的他 这次也立平连任 希望继续为族人捍卫工作权跟居住正义 不过面对民进党提出的原住民聚会所规划 他认为政策落实恐怕有难度 第二个使用率能不能达到理想化是个问题 不要设立了一个十二个行政区的一个会所 然后被台北市民 然后讲说那是个文字馆 使用率偏低周转率偏低 还有人力物力及预算投入的备用 不成比例 双方以自身走访服务族人的经验 推出各自的政策牛肉 而哪种政策破坏更让族人有感 还得依靠选民的智慧 另外国民党平地原住民议员候选人 李芳如竞选总部也将在 11月5号正式成立 原住新闻 格亮 许家荣 台北市采访报导